今天我和大家说一个老话题 但是呢有太多的人还在反复的问我 所以呢我只能借助于这个平台来和大家再说一说 什么呢鸡蛋 如果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想问您一句话 您每天都能吃一个整鸡蛋吗 如果说您告诉我 我可不敢吃 我一个礼拜最多吃俩 那我就告诉您 您吃亏了 您亏大发了 鸡蛋呢 对我们的人体特别好 特别是老年朋友 甭管您有没有别的毛病 一天保证一个整鸡蛋 也就是蛋清蛋黄都有的 这是必须的 因为鸡蛋的蛋白 就是咱们说蛋清 几乎它的蛋白质和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相近 所以它吸收率极好的 那蛋黄呢 您会说胆固醇呢 那你知道吗 老年人不能缺胆固醇 只是不能过多而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老年人选择的胆固醇的来源非常重要 如果是您从内脏 动物的内脏中摄取的胆固醇过高的话 对您的健康不利 特别是血管和心脏脑的这种健康不利 但是如果是您选择的胆固醇是从鸡蛋黄中来 从鱼和水产品中来 从一些坚果和植物中来 其实这一类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 第一个它的这个好处 它有非常好的这种养护你的神经和神经这个膜的一个作用 对合成一些酶和技术有好处 它量不会多 第二 它一般都跟随着磷子相伴和胆固醇相伴 所以当胆固醇要干坏事的时候 它不起好作用的时候 磷子一定会制止它的 所以鸡蛋中的一个胆固醇 大约有四个左右的磷子相伴的 所以您吃鸡蛋中的胆固醇 应该是放心大胆的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胆固醇不能多 但是也绝不可以少 我们一般情况下健康人要在300毫克左右一天 那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关心病啊 一些血管的一些斑块的情况下 我们的胆固醇也不能少于200毫克 如果少于了200毫克 对我们大脑神经以及肿瘤的发生都会不利的 那这种时候 您注意的选择胆固醇的来源和胆固醇的量就至关重要了 那我刚才说了鸡蛋的胆固醇是非常好的呀 所以呢您一定要每天保证一个 而且这一个胆固醇就一个鸡蛋的胆固醇的量 大约给我们大约是120左右 根据黄的大小有120毫克左右的胆固醇 也就是说我们将近一半 那我们其他的动物的内脏的胆固醇尽量不选择 那我们一些植物里头还有一点 基本上不会超过200毫克 这是第一 第二 蛋黄中的含有的铁 含有的一些磷子 含有的一些微量元素 包括个呀 包括B12啊等等 都对我们的造血 对酶的合成 对我们技术的合成 至关重要 吸收率极好 所以千万不要不吃鸡蛋 特别是不吃鸡蛋黄 那您就亏大夫了 所以每天保证一个鸡蛋 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 千万别去 越多越好 我可以吃五个 那是不行的 一天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不吃肉 不吃其他的动物食材 一天两个鸡蛋 也是没有问题的 鸡蛋就说到这了 大家一定要重视 吃食物的来源 不要重视哪个食物 能吃不能吃 这是一定的 今天就说到这了 谢谢大家